好 周恩人 我們持續在北檢 溫寧關線精華實案的最新進展 就在今天早上 檢方還是持續的有動作 那今天提訓的對象 是威京集團的主席 沈靜晶 我們透過畫面中可以看到 沈靜晶今天還是坐著輪椅來出現 不過他的身體狀況 似乎還是沒有好轉的跡象 因為其實在先前 他是傳出5度的來介護就醫 而且在10月1號的時候 就是第5度介護就醫的時候 甚至是住院住了半個月 那之後檢查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是多蟲的細菌感染 最後甚至還緊急手術 那目前身體狀況似乎是維持住了 不過因為他的身體狀況 是持續不佳的關係 所以說他的律師 也有幫他申請聚保停壓 那聚保停壓在申請之後 這個法院也比對了 包含是醫院還有看守所之類的 他們通通的說法 來進行交叉比對之後 他們認為沈靜晶 是沒有必要來在外就醫的 所以說駁回了這個聚保停壓 也就是說沈靜晶 現在身體狀況不好 可以去看醫生沒有關係 但是你還是持續 要維持這個羈押的狀態 所以說沈靜晶現在這個聚保停壓 是已經被迫放棄之後 他有可能來轉為污點 這人來拼交保嗎 我們都可以持續的來觀察看看 再來就是說沈靜晶今天呢 其實是已經是第五度的 來被提訓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 前兩天是柯文哲 加上這個彭正生 昨天又是彭正生第二次 再加上了是李文宗 那今天是這個沈靜晶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天 幾乎都是一些大咖的被告 而且其實我們看到已經 檢方其實已經不再提一些 相關的證人了 所以說整齊案件是不是已經快要進入一個 貞結起訴的狀態了呢 因為二十四號其實就是 映小微的申請延壓的一個申請日 那在二十四號如果說 檢方沒有申請延壓的話 勢必整齊案件就得要貞結起訴 所以說二十四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禮 也就是下週四的時候 所以說檢方現在離下週四 這個時間已經是相當的接近了 那接下來檢方的動作會是如何 我們都會在北檢繼續為你做關注